你在開車過來接我? YO你啦,你也忙YOYO YO,我是波子 不說你可能不知道 講粗口在香港來說 可以說是一種另類的文化 以前人家講粗口 那些人會說 嘩,這個年輕人 講完粗口 一定是出來走鼓滑的 但現在在街上聽到人講粗口 你會說 你這個死MK 講粗口 好 靜嗨嗨 粗口隨著時代的不同 演繹方法都是不同的 但唯一不變的 就是聽那個 永遠有一個吞耳的 特別是長期居住在馬會門口的 一群慈善人翁 和那些喜歡樹立另類派系的 Fashionable Children 即是朝童 他們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講話不會用連接詞 但用錦嘆詞 DIU 你不LUN是吧 POKI 今晚吃什麼菜 你說什麼 你學校沒有學過 不過而此 因為所以嗎 為什麼永遠你講話 都要整個水果檔 不是香蕉 就是西瓜 其實我兩人都喜歡吃的 沒錯 講粗口又不是犯法 適當的粗口 的而且可以加強語氣 發洩心中的不滿 但如果你是有講 不是有講 是有講又不是有講 習慣性自然的話 不單止你人格降低 還會人人笑呵呵 還會教壞弟弟哥 你想像一下 一個天真無邪的小朋友 就站在你面前 但你就對著電話 不停XXOO 士多比利蛋糕 對於這位小朋友的生命來說 是多麼暴力 殘忍 色情 血腥 DIU 你不LUN是吧 TOKI 不要延遲 不要延遲 有味道的 LOVE 好恐怖啊 我好害怕啊 當然我明白人是鮑魚的動物 程度農時說兩句粗口 是在所難免的 但是禍不及白無 當你問候別人有媽媽的時候 不要忘記 你的出生 都是由問候這個程序演變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憤怒 生氣到CY這樣的話 我可以教你一個方法 令到你的口從此不會出現性 氣 觀 就是YO化粗口 是什麼呢 即是在你說的每一句粗口都用YO 字代替 不明白 讓我示範一下 YO你啊 你這個死YO街 經常不YO打給我 只顧著YO女 有什麼事啊 說什麼YO話 有條昂YO仔欠你錢不玩 YO的YO街全家YO啦 你就不YO洗澀的 去到就拿著波子汽水 在頭頂一下YO下去 你駕車過來接我 YO你啦 你都忙YOYO 你這傢伙這麼幽慢 你以為駕駛HOTA 回家吃YOYO啦你 從以上的對話可以看到 只要我們YO走錯口的話 說話就不容易了 好啦 今集就教了這麼多 如果有不明白的同學 歡迎跟你身邊的西瓜 和香蕉練習一下 我們下次 喂 仔啊 出來吃飯啦 還要搞多久啊你 出來沒有啊 這菜凍了 喂 仔 出來 我不要吃啊 YO